字幕文字幕 字幕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Software Serving 今天再跟大家說說關於攝影技巧 先記著我在攝影日門裡面 第三集 說過景深的問題 一般我們在景深 我們想要淺景深或深景深 是取決於我們江圈的大小 其實除了江圈大小之外 我們鏡頭的焦距和相機的距離 對景深都有影響 所以這次再和大家深入研究 景深這個問題 首先和大家重溫一下 關於景深的基本知識 一般我們用細江圈拍攝一張照片 景深範圍就會大 像你們現在看到這幅圖 橙色範圍代表我們的景深範圍 前後都比較闊 這種是我們需要用細江圈 大約是十六江圈以下的細江圈 景深就會比較深 像這幅圖 我們用到大江圈 很明顯景深範圍收窄了 一般我們用到四江圈 或者更大的光圈 就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窄的景深 這幅照片 你已經看到了 左邊這幅 景深比較深 前面的花 和後面這幾個花的人仔 都比較清晰 我們稱為深景深 右邊這幅圖 你已經看到了 前面的紅色花比較清晰 但是後面這些人仔 已經模糊了 這種為之淺景深 其實我們之前也說過 如果你在這方面未認識過 歡迎大家看攝影入門的第三集 接下來我們想說一下焦距 我們對著人像 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短的焦距 五十焦距以下 比較廣角的焦距 我們拍出來的相片 景深範圍同樣是會闊的 得到一個比較深的景深 如果像下面這幅圖 我們用長焦距 一般去到100mm 或者是105mm左右的焦距 我們把相機拉後一點 拍出來的景深相對會淺 我們看看這幾張相片 光圈是完全一樣的 左邊這張是用了50mm 雖然景深也是比較淺的 但後面我們看上去不會太過蒙 如果我們用100mm的話 明顯背景已經比較蒙糊 再去到200mm的話 背景會更加蒙糊 達到一個更加淺的景深效果 另外如果我們用同一個焦距拍攝的話 我們把相機離開我們的目標是軟的話 景深範圍也是會寬闊的 下面這張 我們把相機盡量推近我們的目標 景深範圍又會窄了 就像這張相片 雖然我用一個Wire angle拍攝 但因為我的相機很接近恐龍的頭 當時我拍攝的時候 離開恐龍的頭骨 大約是20mm左右的距離 不超過1英尺 你很明顯看到 前部份是清晰的 去到他的眼部的部分 已經是蒙的 而他的腳部位 會更加蒙 產生一個淺景深效果 如果我把相機拉開的話 拍攝的景深效果 雖然是多了 但我們做不到這個淺景深效果 接下來我想介紹一個網站 是會計算景深的範圍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研究一下這個網站 或者我們也看看 在上面這部份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相機 你會看到這個網站 相機的款式比較舊 不要緊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相機 比較舊款式 是沒問題的 出來的結果其實是一樣 你會看到好像這部Canon 由300D的時代 去到500D 都仍然是用同一個計算方法 解決完之後 我們選擇 我們用哪一個焦距 假設現在我們都不變 55M焦距 接下來是我們的光圈 現在是小光圈 22光圈 離開我們的拍攝對象 2米 你會看到 前景深 1.57米 後景深 2.76米 意思是 我們2米 看到前面 差不多有43MM的位置 都會是清晰的 因為現在用小光圈 留意一下這些數字 如果我把光圈改變 開一個大光圈 我誇張一點 想用1.4光圈 明顯看到數字 後焦距只有4MM 前焦距只有3MM 所以 它的 景深 是很淺的 亦都去研究一下 剛才我說過的 用長焦距和短焦距的分別 我先把它去到中間 數字會比較容易看 留意一下我們的後焦距 在這個讀數裏面 它是有15MM的焦距 如果我把這個數字加大 我用了一支 150MM的鏡頭 明顯看到了 計算出來 景深是很淺的 我們再來試試 轉去比較細一點 用回55MM 就是這樣 我們的相機距離 如果我把相機推近一點 1米 看到數字 是不是 仍然產生了一個 比較淺的景深 最後我們總結一次 如果我們想 得到一個 最淺的景深 我們需要大光圈 長焦距和盡量近的距離 這張照片 景深就會非常淺 而我們用相反的方法 就會得到一個 深的景深 我們說了這麼久的景深 有時候我們拍照 要拍完我們才知道 其實不是 但是 在大部分的單反裡面 都會有一個 叫做景深 預覽 鍵 就像這部相機為例 在下面這個 圓形的小鈕 就是一個景深 預覽 鍵 當我們調到適當的 光圈 距離之後 我們按一下這個鍵 我們會看到 這張照片 我們拍完出來 景深效果是怎樣 不過現在 因為數碼相機的關係 我們可以拍很多照片 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 都會是 拍完 即時看到結果 所以這個景深預覽鍵 現在比較少用 以前我們用菲林拍攝時代 亦都很慣常 我們用這個鍵 去看看 我們未拍攝之前 景深會是多少 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試一下這個鍵 其實一般單反相機 都會有 如果你找不到 你的相機在哪裏 翻開你的說明書 今集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